音樂 音樂 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這個單元我們會跟介紹 信號與系統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所以在這個單元中我們會介紹 信號與系統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跟特徵跟想法 那最主要我们会介绍一些离散时间的信号与系统的一些例子 再来还有一些是连续时间的信号与系统的一些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信号与系统它基本的想法 那信号与系统这门课最主要是要讨论 表示一个系统 以及分析这个系统所需要的数学工具 那这个系统呢是可以拿来处理一些信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一个系统可以说是接受一些输入的信号 然后依序产生对应的输出的信号 同时一个信号本身呢是可以保有资讯的变数或者是函数 那所以这就是所谓信号与系统这两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先看一下离散时间的信号与系统 那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是美金兑换台币的汇率 那下面这张图是从台湾银行在 2015年9月22号当天 美金跟台币兑换的一个比例值的一个趋势图 下面这里呢是所谓的时间轴 那上面呢是一个秒一个秒为单位的时间 然后这个垂直的这个坐标轴呢 这个是台币兑换一美元的数值 所以举例来说在这一点的数值 就是在9点39分30秒这时候的买入 就是32.635台币可以买入一美金 那像这里呢就是14.3分55秒 然后买入的时候是32.61台币去买一美金 那上面这个是卖出 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你卖出去一美金的话 你可以获得32.705台币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例子是台湾登格勒病例的数量 那这个是从 卫福部疾病管制局所得到的数据 下面这个是时间轴 那这时间轴代表了像这201401 201407 那这代表的是周次 就是2014年第一周 2014年第二周 第三周到第七周 一直类推到后面是2015年的51周52周 那这是两个年份总共104周的时间轴 那垂直周这个是病例数 就是获得 其实不是获得 是得病得到这个登格勒的病例数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多的这个数字呢 分别是在2014年第31周到2014年第49周之间 那这边有很多个得到登格勒病例 那后面这些呢是2015年大概26周 27周之后 那这个因为2015年还没过完 所以后面数字是0 那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这两年 在二三十周 三十几周 四十几周的附近有很多登格勒病例 那这两张数据 它的时间轴 在右手边这个美金兑换台币的数率 它的时间轴是以一个秒一个秒为单位 这种整数的刻度 以及在右手边这个是以周次 就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 这几个也是一个整数的时间的单位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离散时间 因为这些数字或这些函数或这些变化本身的时间轴 是一个一个可以数的时间的单位 然后以这个数据来讲 就是这个随着时间变化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登格勒病例值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登格勒病例值呢 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反应 那这反应我们称之为系统 也就是说一定有一个刺激这个系统 我们叫做输入的信号 然后才会产生这个输出的信号 也就是说这登格勒的病例数 那可能的输入信号会是什么呢 那这时候我们讨论的是离散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周次 可能的温度 或可能的下雨量 等等之类 这个就是会影响这个系统 也就是影响这里面的 环境里面造成病例增加 然后使得可以得到登格这个病例的一个反应的趋势 那对这个系统 我们同时也采用一个离散的这种变化的函数来代表它 那这代表的意思就有点告诉你说 如果温度变化怎样的时候 那我产生了病例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会用这一些所谓的函数 随着时间变化的函数来代表信号跟系统之间的特性 同样的我也可以把登格了这个病例当作所谓的输入的信号 那意思是说你得到登格了的病例之后 那到底会产生多少所谓的死亡率 或死亡的人数 或者另外一个是 那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去买所谓的防蚊液 或是所谓的防蚊液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一个反应之后会造成所谓的输入的讯号 就是比如说死亡的人数 或者所谓的产生的那个防蚊液的数量 那中间这个系统的响应 我们也一样用这种离散的这个时间的函数来代表它 接着我们看一下连续时间的讯号与系统 那我们以一个电路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 那这边有一个输入的电压 然后经过一个电阻 然后再产生跑到一个电容 然后这就是电容的电压值当做这整个系统的输出 好那如果我们输入的讯号是像这样一个波形 那特别注意它的时间轴是一个时数 一个连续的情况 然后我们去量测这个电容的输出的电压 那会是另外一种连续的时间的一个函数 因为这两个时间轴本身都是一个时数的性子 所以这就是所谓一个连续时间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趋势 那在这个地方这个电路 我们输入一个这个连续的一个讯号 然后我们可以量测另外一个连续的一个讯号 这是所谓的输出的讯号 那这电路本身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系统 它基本上就是会接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 然后会产生一些影响让外面的人再观察得到 好所以这个就是输入的讯号 进入这个系统之后所产生的输出的这个讯号的一个机制 那同样的我们也试着可以去找出来代表这个系统的一个函数的关系式 那它本身也是一个连续时间的一个函数的特性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另外一个变数 比如说H这样的一个函数来代表这个系统的一个特性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声音或是音乐的一个讯号 当我们讲话或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可以记录这个声音的过程 那它是一个也是连续时间轴所记录下来的一个讯号 它可能是一个电压的讯号 是一个电流讯号 那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压力的讯号 就是在空气中移动造成的压力所产生的效果 那我们有细部来看的话 比较微小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到它上上下下起起起起伏5 那最主要是针对时间 它是一个连续的时间的一个特性 那这就是一个连续时间的一个讯号 接着我们看我们怎么表示一个讯号的函数 那针对连续时间的话 那它时间轴是一个时数 然后对应出来的一个数值 我们会用X of t或Xc of t 那这边的c呢 代表的是连续时间continuous type的意思 那对于离散时间的信号 那它的时间轴会是一个一个可以数的整数 然后就是在对应的时间轴会有对应的数值的大小 那这地方我们用X然后用中括号N 或者是Xd中括号N 那D代表的是discrete time的意思 那针对系统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有所谓影响这个系统的输入讯号 以及从这个系统可以量测出来的输出的讯号 那输入的信号我们用这个函数来代表 对系统我们用同样类似的函数来代表 那这个是所谓的函数跟变数之间的一个特性 来代表这个信号跟系统 那如果你的时间轴都是时数线的话 这种叫连续时间 如果代表这个信号跟系统这个函数 它的时间轴如果是这些离散的 那它就是所谓的离散时间的一个信号跟系统的一个特性 所以在这门课里面最主要我们是要讨论 如何表示一个信号如何表示一个系统 再来再分析这些信号跟系统所处理的一个特性的机制 谢谢各位的收看